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是刘嘉玲身材和颜值 依旧处于在性状态 似乎对岁月无情意产生了免疫力 众所周知 刘嘉玲除了貌美如花以外 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兼收藏家 比如前段时间故宫博物院 还少看借了一顶拥有百年历史的皇冠展出 至于刘嘉玲具体花了多少钱时 购买这顶皇冠 她表示 都不敢告诉老公梁朝伟 后来有爆料称她收藏的这顶皇冠花了一亿多 现在升值涨价远超这个数目 更厉害的是 刘嘉玲每次公开亮相 都是被催促暴缠身 而且个个都价值连城 不少人都细说 刘嘉玲随便在外头一走 就好比高档别墅再移动 意思就是形容她非常有钱 而这次回老家参加活动 刘嘉玲自然会展现出自己不凡的一面 除了衣服和首饰比较热眼以外 最热眼的 莫过于她的脚底下穿的这双黄金高跟鞋 据不少时尚买手套路车 刘嘉玲穿的这双高跟鞋来头不简单 有可能是全球最贵的一双高跟鞋 无论是从质责上来看 还是从材质上分析 绝对是竞品中的精品 做工业非常的精致 一看是出自大师之手 完全是为刘嘉玲量身定做的 如果按照市场行价去说的话 刘嘉玲这双黄金高跟鞋售价 可能会高达一两千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就要一亿多 别的浅不说 光就打造一双观赏性的纯金高跟鞋 按照最大体积容量去做的话 光黄金就要花费好几百万 要是给人去穿的话 远超过这些价值耗费 这些价值耗费好几百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